北京时间9月9日,洛杉矶湖人在休赛期先后引进了勒布朗詹姆斯与拉剑龙多等球员,阵容深度大幅提升,而这也为球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。 湖人总经理罗伯佩林强表示球队除了詹姆斯以外,其他球员都需竞争首发席位。 湖人主帅卢克莫顿对此也表示认同,他在参加ASPNL、A、Radio的采访时说道, 在我看来,只有竞争才能促使球员打出最好的表现,不是吗? 这并不代表你比其他球员表现更好就能胜任首发,因为这也关乎球队整体阵容的构建。 沃顿说道,可别忘了,拉马尔·奥多姆当年打的也是替补,他是队内最出色的球员之一,但他却是第二阵容的议员, 我们的决定将取决于哪些球员打的出场表现最好,我们的竞争是公开的,在我看来,促使球员打出最佳表现,从根本上说也就等同于促使球队打出最佳表现。 沃顿补充道, 沃顿补充道,